字幕提供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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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我是蜜珍 今天要教你寫筆記的時候要怎麼整理重點 我就拿課本來做範例 但因為我身邊沒有國小的課本 所以就先用國中的 其實大致上是一樣 只是國小是把地理、歷史還有公民合在一起 國中是有分開的 要先在課本上畫重點才可以整理筆記 畫重點就是需要的螢光筆 我會用很多不同顏色的螢光筆來做區分 那通常比較重要的重點就是需要背的都是用比較亮的顏色 像是橘色或黃色 其他也是需要注意的重點還是會用其他的顏色來標準 我就先講地理 地理我只有用三種顏色 黃、橘、還有粉 最主要要注意到的都是用黃色 粉紅色我都是拿來畫原因之類的 像是這一個影響人口分布的原因 下面粉紅色畫起來的全部都是原因 如果自己在畫重點的時候不知道哪一些是重點 可以就是上課的時候認真一點 聽老師在講哪一個部分比較重要 就是自己做判斷來去畫重點 歷史重要的就是什麼什麼年代 還有發生了什麼事 那推出了什麼政策什麼東西的 就是用其他顏色 同一種類的就是要用同一種顏色 那麼需要背的平常都是用粉紅色或者是藍色 功名就是定義畫起來就好了 再來就是要怎麼整理呢 地理有一些圖你可以畫起來 在畫的過程中你就等於是在背或者是複習 那第一個整理方式 例如 北部地區的西邊有台北盆地 林口台地、桃園台地 那我會這樣子整理 就是西邊有台北盆地、林口台地 就是某一個東西 後面再寫它有的東西 然後下面這個一二三就是寫特徵 這個台北市、新北市也是 後面就是寫該注意的重點 該背的東西 做這種的整理可以讓你更知道 這一個部分你該背的是什麼 重點是什麼 那麼歷史重點就是什麼年代發生了什麼 我會這樣子做整理 就是前面的年分 後面就是發生的事 上面就是做一個分類 就是幾年到幾年 然後下面再開始寫 前面我就是用這個刮鬍 就是看得比較清楚 知道這一些是在同一年發生的 代表就是他們要背在一起 歷史差不多就是要這樣子整理 那麼功名就是定義背醜 你全部就背好了 那課本都會跟你說有哪一些東西 就是例如這個有哪一些層次 需要找出定義 一開始第一日就是定義 它影響了什麼也要順便背一下 有一些例如可以寫 這些都是可以在課本裡面找到的 今天要教的差不多都是這些了 但我也講的沒有很完全 所以這些可以就是提供你做參考 還有什麼問題可以在下面留言問我 或者是私訊找我 下次可能會做自然科的重點整理 所以要訂閱我喔 那我是蜜珍 下部影片見 掰掰